请不吝点 你出来 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是这么大劲砸我的门 你手不要了 我门还要呢 说什么清楚啊 大大宝 你都这岁会儿了 怎么还干这种事啊 我干什么了 上我闺女他们单位 调查去你 去 你没调查清楚 你就端机关青 我找孙小白 了解点情况 这很正常啊 你也是当父母的人 是吧 我的心情你应该理解呀 我告诉你 我们家雨晴和孙小白 那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这我们全家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 对吧 百事实讲道理呀 相亲节目 你也看过不少 是不是得问一问啊 你谈过几次恋爱 为什么分手啊 事实证明 避而不谈的 准藏着大雷呢 怎么回事 你先别上台 大队宝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雨晴 尚赶着非你儿子不可呀 爸 这恋爱谈得太没尊严了 还不如不谈呢 这是你说的 我可是支持他们交往的 既然你不同意 这事就别勉强了 分就分 邓教宝 季关青 你闹了这么多事情 是不是就等着我这句话呢 你猜对了 那我告诉你 分就分 我也告诉你 分就分 尚赶着不是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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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一拍两散 一拍两散 一拍两散 真是你这吵什么呀这是 是 这怎么了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哪 整个人一个笑面虎 一口一个同意 一口一个支持 全是口是心非 清风 不好的孩子呀 就让他妈给坑了 清风 别生气了 你心脏不好 来吃药 吃药 吃什么药啊 好歹这个大鸡党啊 恋爱谈成这样 还二爷呢还 恋爱谈成了个三孙子 听了好不好 双命虎 你看 走走走 这不行 支持不好 还有我 儿子啊回来了 正好我今天啊 炖的是冰糖银耳 来 喝一碗再休息啊 怎么了 干吗这么看着妈妈 妈 我都知道了 这个关雨晴的嘴真够快的 你说这 一转身就跑你那儿告状去了 我希望您去给关叔叔道歉 我 我去给机关枪道歉 为什么呀 不是我儿子 是他找上门来找茬儿 不是我 我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我跟他说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了解关雨晴过去的历史 怎么了 他恼心成怒了 他非让你们俩分手 这怎么赖我 是不是啊 再说就这里问题我觉得大了 您去雨晴公司就是您的不对 你要愿意道歉 我可以陪您一起 儿子你这个 我 我 我我我 你简直让我太失望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是我儿子吗 你胳膊肘怎么能向外拐呢 再这儿说了 我觉得关雨晴 他一方面跟他前男友保持着联系 一方面跟身边的小弟弟 不清不楚的 这个关雨晴 我觉得这个路子简直 这个关雨晴啊 这路子真是够野的 你 你听我跟你说呀 我呢 完全是为你考虑的 儿子我现在 我现在怎么跟你说道理你提不进去呢 儿子 你还是我亲生儿子吗 这都几点了 这都几点了 智商啊 你今天提議前面 肉费你 cuts了 鸡皮 infection 我觉得按照主意 就 CT收起了 我 AF Lu 这孩子为了躲我 提得比鸡都早 睡得比狗都晚 想什么呢 心不在焉的 不会又在想你邻居吧 干吗呢 不像你风格呀 没有 我 我就在想 这个机场有什么特产 我返航的时候可以带给家人 我不太熟 你知道吗 不想说算 这样吧 带你去杏花园 全是夏秋彩 包你八行 儿子啊 来 儿子 我给你泡的深茶 你最近跟马闹情绪 其他伤身 补补元气 这世界上就没有赢得过子女的父母 行了 妈知道了 我去跟机关枪道歉 机关枪 我我我去跟关永远 不 跟老关去道歉 只要你能消气 妈做什么我都乐意 妈 我陪你 我 你 你让我有个思想准备行吗 他们准备点水果 爸 一会儿他们来了 你跟人客气点啊 别弄一个人强 只要他们扶软就行 看在清风的面子上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来了 爸 等会儿 沉住了气 这沉什么气啊 这 这烦菜坏酒 我们是来道歉的有点耐心 但老婆开门怎么个意思啊 马上就开了 下大开门去吧 阿姨 客气了 好好好 来 阿姨 关家妈妈好 好好好 好 来 坐坐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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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坐吧 好好好 谢谢 来 幸福 来吧 跟上来 还好 关叔叔 阿姨 我们是来道歉的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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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 你看咱们两家 越走越近 你说这磕磕绊绊的难免 半个嘴什么的 也很正常 一家人 真的 别见外 老关 这件事情说到底 咱们都是爱自心切 就是怕自己的心爱宝贝 受委屈 这件事情呢 我确实 这件事情呢 我确实是有不对的地方 应该向你们道歉 但是 在道歉之前呢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雨晴 你 你问吧 什 什么问题啊 刚才是这样 没事啊 阿姨想问你啊 你和你的前男友们 为什么分手啊 妈 大雕宝 大雕宝 你还有啊 没完呢 合着你就是打着道歉的幌子 上我们家兴师问罪来了 要这样的话 那您请吧 我不接受道歉 您怎么又提这个呀 怎么了 不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他恋爱几次都分手了 都失败了 什么原因造成呢 是男方问题还是女方问题啊 我不能问吗 怎么了 我得问清楚了呀 我去前面 您真把自个儿当警察了 阿姨 我知道您是做调节工作的 可是这件事情是我的私事 我有钱不回答 很难以启齿 对吗 妈妈 走 咱们走 咱们回去 不是 清风 我们清风到现在没有结婚 是因为我 对他的前女友们 我都不满意 怎么样 我们家坦坦荡荡吧 行了 妈 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阿姨 我爸身体不好 需要早上睡觉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妈 走走走 不是 冠叔叔 刘阿姨对不起 不行 我们回去了 儿子 你听我说 妈 我 行了 我不是回事 这么理解 怎么回事 干吗呀 妈 不是说来道歉吗 您干什么呢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因为妈妈爱你 您这是爱我吗 雨晴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 你别听秀兰阿姨的 妈 你别往心里去 雨晴 雨晴 不怕 爸给你撑腰 咱们家就算是 再喜欢清风 也不能他尊严都不要了 你这么好的条件 找什么样都不行啊 非得受这份气啊 不行就分手 换人 没事 那个 爸爸 你们也别生气哈 薛阿姨不就这样吗 你跟爸早点休息吧 我想下楼走一走 你去哪儿啊 就到楼下吧 那你就在小区里走呢 别走远了 放心吧 你去哪儿啊 清风 雨晴 你在干吗呢 出来走走 你呢 同名相连呗 我今天不想回家了 那我陪你吧 走吧 我们走走 这个大碉堡 口口声声说要道歉 结果一进门 换连离翻书还快 行了 行了 这都过了多久了 翻篇 我不吃 这事啊 不怨天不怨地 全靠我自个儿 没有及时发现敌人的险恶用心 差点让人家欺负他眼皮子底下来 那雨晴怎么说呀 我跟她说 抢扭度瓜不甜 是吧 徐兴峰条件再好 实在不行 那 那咱也先撤了吧 你省得以后受委屈 反正我看她那劲 向着没听进去 我倒觉得那个徐阿姨啊 是个热心肠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做 调节员呢 是啊 是啊 那干调节员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不简单哪 对 爸 你看啊 这雨晴呢 跟清风这么般配 我们得多帮帮雨晴 跟徐阿姨的关系处好了 别让雨晴以后 因为婆媳问题发愁 对吧 人家都不稀罕搭理咱们 这样吧 我请你们吃个饭 然后把徐阿姨也叫上 咱们一起聊聊天 化解一下矛盾 就去治军投资的那个泰国餐厅 治军投资餐厅啦 爸 我们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段时间了 这治军不是忙吗 我跟他也没去过 不 不是我说这个陈治军 自个儿有多大能力 自个儿还不清楚吗 是吧 你别因为这个影响了工作啊 爸 治军这几年一直升职加薪 您就不能夸夸他吗 是啊 总说他 您就请 行行行 请就请吧 正好也让大碉坝看看 咱们关键那不是一般人 多云啊 谢谢啊 谢谢你们的好意 但是我这个人吧 不喜欢下馆子 就喜欢在家里坐着吃 谢谢了 不 阿姨啊 那个我知道 徐大夫平时特别忙 您能总是一个人 在家吃饭 多没意思呀 咱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全当姐妹了 好吧 不是 你听着我说 我这个人吧 就习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我从来不觉得闷 真的谢谢了 我爸妈特意让我过来请您 您要不去的话 我怎么交代啊 这样 多云 一会儿你回去呢 替我向你爸爸妈妈 谢谢他们 是 是真的 但是我吧 真的家里还有好多的事 对了 你看我一会儿得煲汤 给我儿子 那煲汤吧 特别费时间 我回来晚来是不可以的 我餐厅都订好了 这不徐大姨 这样那个不远 真的一来一回 就一个小时特别方便 要不您等一等 我去换身衣服 我把妈叫过来 我们一起出发 马上过来 徐阿姨 爸 到了 在这儿 好 徐阿姨 好 好 没关系 四位 五 没关系 好 走 走 别说啊 这三厅装修的 真有点异国情调 坐吧 不错 不错 人坐得还挺满的 看来这菜一定挺好吃的 这 怎么没包尖啊 不好意思 我们先进的包间已经买了 爸 这个我应该提前订个包间 随便 徐阿姨 不好意思啊 请问坐外面了 没事 没事 来 您坐 没事 谢谢 谢谢 生意好嘛 是吧 来 好 谢谢 人这么多呀 菜一定好吃 刘淑琪 你女婿投资办的餐厅 想吃什么 随便点吧 好 清风妈 你 您来点吧 不了 不了 你们看着点吧 我都 什么都行 那 点菜吧 那 我来看 姑娘 你们这都有什么招牌菜啊 我们菜单最上面一栏 都是我们的招牌菜 姑娘 你这怎么说话呢 我问你什么是招牌菜 你就应该直接给我报菜单 你让客人自己看 你这 这算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出门 还就正好没带花镜 我这看不清楚怎么办呢 不好意思 我给您报 灯芸汤 干干干肉 不用 不用 灯芸 回去跟你们家直居反映一下啊 你不能当甩手掌柜的 既然投了资了 你也得多上心 对对对 我会跟他说的 您放心啊 你 点菜吧 实在抱歉 今天人太多了 招呼不周 请您见谅 没事 没事 那就 真费劲 看着 行 没事 这样吧 你就凉菜前四 热菜前六 好吧 行 那请您稍等 朱镜哥 你看 这些钱包啊 领带啊 送客户应该都挺好的吧 不错 我觉得这条挺适合你的 英气十足 很帅气 越来越有品味了啊 跟你在一起吃盐酒了 耳濡染嘛 晓晓 你这包背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了 我都掉皮了 网上买的质量可疯了 网上买的质量可疯了 行吧 待会儿去那边那店 回应埋心呢 送给它 这儿的东西都特别贵 这对我来说都是小钱 再说了 你这出去办事 就代表的是公司形象 知道吗 听我的 谢谢哥 清宝妈 吃好了吗 还合您胃口 尝尝鲜吧 好 那既然都吃好了 咱们就回家吧 行啊 好 走 来 走 您好 请问是哪边买单 那个 别急 别急 坐下 坐下 陈志军 不知道 陈志军是这餐厅的股东 股东 我只知道我们的老板 叫张运红 我知道 但他也是这股东 我老公说到这来吃饭 可以免单的 我们老板没有说过 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给客人 免过单 这样啊 那兴许 这个不免单 是这家餐厅的规矩 这说明这是生意好啊 管理 严格 规范 对吧 挺好 挺好 不是 不是 就这样啊 副业 同事啊 就开餐厅的 就是一般的自己人过来 都会打折的 股东家属 怎么会不打折呢 我们实在是没有打折的活动 不然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你们稍等吧 好 喂 张总 情况是这样吗 好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我们老板说了 可以打八折 听见没有 股东都只能打八折 好 这说明这餐厅 管理的严格规范 挺好 挺好 咱们别坏着这规矩 行 那我先去买单啊 你们先坐一会儿 好 你坐一会儿 这边请 我打个电话 挺好 我打个电话啊 打个电话啊 他跟你合伙开了个餐厅 他到底有没有投啊 嫂子 这个 我们 我们确实要得有投资 可后来 我们这 我知道了 那个 没事 今天特别不好意思啊 可能这中间有一些误会 谢谢你啊 大红 那改天你上个家来吃饭啊 好嘞好嘞 再见 功夫 爸 妈 蛋已经买好了 咱们走吧 好好好 谢谢刀爷 不客气 刀爷 你 这今天到底怎回事啊 我哪知道啊 我怎么戏我好有他 我挺喜欢你 你再青春的 你别回去好喝吧 我不好跟他 他就是 你巧克力 你没把亲你去 人还是挺好的 谢谢啊 你这光拿着呀 背上看看 真不错 我跟你说这款式 回去好好你们家陈志军 这大小跟你都特配了 这个颜色 好看 那不是陈志军吧 就是太贵了 都够五位数了 怎么回事这是 别谈钱 合适就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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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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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史玥 干吗呢 在这 这么巧啊 那个 你们也逛街啊 我 我跟我助理正在 正在给客户挑礼物 助理 你别谁啊你 明天等等啊 叔叔好 嫂子好 那怎么了 阿姨好 什么事啊 嫂子 咱们见过的 就是上次在你家团 见的时候 对对 见过 陈志军 真巧啊 买礼物是吗 我们刚在你和大红 在楼上开那个泰国餐厅 吃完饭下来 你还股东 骗我们 东拼西错给你十万 让你投资 你这样对我 你觉得合适吗 端云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 说什么什么呀 你敢欺负我女儿 不是我 你还要干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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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说你心脏不好 你干什么呀你 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 你干嘛呀这是 我 小子 赤金哥 赤金哥 赤金哥你醒醒 喂 120吗 你们来一下耐血 对 有个渣男被打了 我以为他欺负你啊 各位加持人请留步 我开心 你快点儿 走 想要不要去 你来我们去 去睡觉 我睡觉 在天啊 我睡觉 我睡觉 叫什么名字 怎么生是啊 无意识 关叔叔 刘阿姨 姐 徐大夫您来了 怎么回事啊 徐大夫 我女婿陈志军 真伤了 您能进去帮我们看看吗 刘阿姨 您别着急啊 进去看看 徐大夫 怎么样了 刘阿姨 医生怀疑是轻微脑震荡 需要住院观察两天 但是没什么大碍 那就好 都回家吧 今儿这事不算完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关叔叔 可是需要有人陪业 那 我留下吧 你说什么呢你 陈志军不配咱们关键人陪业 走 爸 你走 刘阿姨 走 刘阿姨 这 有什么好心的 人家好好吃个饭 您看这顺道呢 那我们先走了 没关系的 关家妈妈 回去劝劝老关 让他冷静一点 这个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徐大夫 谢谢了啊 刘阿姨 再见 再见 路上注意安全啊 关雨晴的姐夫 在外面花心 老丈人打女婿 直接打进医院 丢人啊 你又想说什么 关家的浑水太浑了 让你见识一下 提醒你清醒一点 我先回办公室了 喂 这都几点了 该下班了啊 有一个 癌细胞转积的浑水 吃饭没有 不是你 你这孩子 你不吃饭哪儿行啊 哎呀 我来我来我来 别动了别动 别动 你醒了 来 慢点慢点慢点 没事没事 好 靠在这儿 行吗 行行 哎呀你总算是醒了 吓死我了 来 谢谢 没事 哥 发生这样的误会 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嫂子现在正在气头上 我留下来照顾你 你看这 姐夫 你把我打成这样 说走就走了 连句话都没留下 你说我在他们家 这么多年 当牛做马 你说我 我没有一句 结果 没事 还有我呢 对了哥 刚才过来一个年轻医生 我看他跟嫂子挺熟的 谁啊那是啊 年轻 这是燕西医院吗 对啊 燕西医院 那是那谁 徐清风 新爱的一把刀 就是我小姨子的男朋友 所以熟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就是那个 你刚才晕倒的时候 他就是我都特别担心 他过来就说是轻微脑震荡 我哥这多严重呀 他怎么说得这么轻巧呀 没事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 就是 就是晕还是有点晕 还是得休息 对 哥 你看照什么都没有 你先歇一会儿 我出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不用 不用 真不用 真不用 你回去吧 没事 我说了嘛 我照顾你 喝点水 歇一会儿啊 行 行 不着急啊 快躺下 站住 阿姨 你年纪轻轻地做点什么不好 不要去插租别人的家庭 这很不道德 阿姨我想您可能误会了 我跟陈总就是 清清白白的上下级关系 清清白白 我做调解工作这么多年 我什么没见过呀 你可以嘴硬不承认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你还年轻 以后的路长着呢 但是名声要毁坏了 就不容易恢复了 阿姨 您是做调解工作的 怎么了 你还有什么质疑吗 没 春阳街道调解员 徐秀兰 你可以随便去打听 淮国参与 人阳街道调解 爸 您冒着干吗呀 你怎么才下来 我跟着都睡了好几个回笼觉了 不是 你要睡 你干吗不在家睡去 你自己说让我们监督你的吗 哎呦 您吓死我了 爸 爸 您要去哪儿啊 爸 从今往后 我陪你出车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又不耽误你事 我就坐在你身边 不是 人程哥会有意见呢 投诉会扣分呢 这些你就甭操了啊 谁有意见谁跟我说 保证扣不了分 走走走走走 快走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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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先 杰润 刚我们去问过医生了 说你 可能还得要静养几天 我谢谢雨晴 我好多了 行了 雨晴 你跟那姐上講话 等我一会儿 我跟她聊两句 爸 好好说话 我知道 爸 你新郎不好别动气 好 程程俊 我承认啊 我打你不对 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那没说了 你以后准备怎么办 当年我都不看好你 对不对 我规矩条件多好啊 人长得漂亮 学历又高 工作能力还强 他想找个什么样的没有啊 嫁给你 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 你呢 你现在刚刚做出 一丁点成绩来 就跟你单位那个小姑娘 我不清不楚的你 你还有良心吗你 你对得请我闺女吗你 你说吧 你打算怎么改 我先听听 然后我就决定 是不是我再给你一次 改过自信的机会 你自己来 我想好了 你捉 我打算 是 离婚 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 既然你把话挑明了 那咱就直说 您昨天打我 肯定不是因为那点事 您说得没错 打从我跟多云交往 您就看不上了 觉得我配不上多云 是 我是从小地方来的 学历不高 家境也不好 那我找多云 那叫高攀 那多云嫁给我 那叫夏家 那按您说的话 那城里那么多好小伙子 排着队想娶多云 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人了 您心里那叫一个不痛苦 您跟关者雷在背后 从来不叫我大力 只关我叫成狗蛋 没事吧 是这么没事吧 我没冤枉您吧 所以这么多年 我在公司我拼死拼活 我当牛做马 我为什么 我就想做出点成绩 我想让您瞧得起我 我就想争这口气 可后来 我当了部门经理的 我也买了房 我也买了车 又怎么样 您照样瞧不起我 我做什么照样补对 不不不不 陈世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家对你不好 是吗 你自个儿说 你哪次上我们家来 你岳湖 他不是好酒好菜的 招待给你 做人做事他有良心 那好酒好菜 是招待我的妈妈 如果我陈志 就是一个人去您家 我会有这种待遇吗 我那是蹭您闺人的饭 换句话说 我自己我都不敢去您家 您知道吗 每次到您家门口 我想着您对我那张冷脸 我心里我就慌 我就憋气 我就恐惧 我喘不上气来 我我难受着呢 咱不说这些 咱不说 咱就说这些年 我对关家怎么样 对呀 那时候弟弟妹妹还小 为初年 什么事不是我这个大伙伯弟 我该出钱出钱 我该出力出力 我哪句话我 我打过磕本 我说过一个不字吗 结果怎么样 换了什么 我就是把这条名 卖给你们关家 也换不来尊重 我跟你说 我收够了 姐夫 你刚说的话我们在外面 都听得一清二楚 先不说我们家 我爸对你怎么样 我爸对你什么态度 就说这些年 我姐为了你 为了你们这个家 任劳任怨的 你还想怎么样呀 这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吧 为这个家 为哪个家 为我们家 还是为他娘家 你自己问他 一星期至少有五天 回娘家对不对 过年过节 但凡我们单位 发点福利 发那购物卡 还没进我东了 直接就奔娘家去了 是不是 我没冤枉你吧 就是平时发点卫生吃 都往娘家送 得这物事这些东西 咱不说 应该的孝敬老人家可以 但精神上呢 多云 我每次想跟你交交心 咱说点贴心话 十句有八句是你爸妈 还有两句剩你弟弟呢 是不是 我轮你一句了吗 我是你丈夫 你当我是谁呀 我空气吗我 我在这个家 我还有一顶点地位吗 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 我看来受不了我 十五年 十五年我就是这么过的 多云 我承认 当初咱俩在一起 是有感情有爱的 否则咱俩不可能走在一起 但是咱怎么走到今天呢 为什么会这样 我韩勋我知道吗 我活得不像一个男人 我没有自尊 我不像一个丈夫 不像一个女婿 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知道吗 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想再做这个田狗 毫无尊严的田狗 我不当了 李婚 李可怀 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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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老奶 老奶 你是什么